Doggers Elements发布的这份报告 开篇第一句就写道 马哈顿房地产市场2017年第四季度销售情况 为过去6年来最差 这一现象与买卖双方对共和党税改成观望态势有关 报告显示 马哈顿平均房价不到190万 是近两年来首次跌破200万大关 与去年同期相比跌幅达10.6% 房屋成交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跌12.3% 但上市房源总数却上涨了1.1% 唯一较为乐观的数字只有房价中位数 刚刚超过100万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1% 而这要归功于二手房市场的走鞘 其房价中位数较去年同期上涨了1.8% 平均房价和房价中位数背道而驰 到底哪一个数字才能够体现市场情况 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过去几年有一批高端的 非常高端的豪华的楼盘 当它一旦过户之后呢 就变成了那一个季度的数据和报表 所以过去的几年的为什么平均值 average price一直就是居高不下 是因为这些高端豪华楼盘的过户 而是提升和带动了这个均价的数字 但是呢我们业界人士经常就是说 我们会具体细节具体看 那我们看它的中间值 真正代表了这个市场 就是最关键的那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entree level entree level是100万 media market是300万以下 就是更为市场所接受 刚需的这一部分 不完全是豪宅市场这里 虽然每年的第四季度 都是房地产市场的淡季 但是江颖认为 今年第四季度房屋成交量的下跌 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相关 比如新楼盘增加 又比如共和党税改 新税改出来呢 大家都都在ansure 有很多的uncertainty 不确定因素 但不确定因素 没有人会直接 现在就告诉你 what's going on 包括你的会计师 因为这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 需要一点时间 到底是哪一点 我们今天作为homeowner是好呢 primary resident是好呢 还是我们做investment好 对吧 有的人说呢 在曼哈顿做landlord 做房东比你自己住可能更好 那你这样的话 就会增加了这些resale 也好新房的这个 可以承受到价位的 投资的这些房子 就是很多的因素都会决定 江颖表示 曼哈顿的房地产市场 与其他地区的房地产市场 有所不同 75%为本土买家 25%为国际买家 国际买家受薪税改的影响不大 而本土买家也会因为刚需 在观望了一个季度之后 陆续入市 包括很多朋友 从中国发来新闻说 今天中国这大新闻 十大新闻 第八条曼哈顿房价跳水 我说这个就是太一片概全了 我所看到的和我所认为的 因为有很多刚需的客人 就是一定要买的 那第四季度已经观看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么在分析综合各个因素之后 2018年第一个季度还是要入市 但是根据报告 曼哈顿的高端地产出现了大幅下滑 在上市房源总数增加了13.2%的同时 房价中位数和成交量跌幅均超过13% The Pierre的三层CO-OP顶层公寓 最初要价一亿2500万 最终以4400万成交 演员Demi Moore位于中央公园西的三层CO-OP公寓 也从7500万降到了5500万的成交价 在江颖看来 税改到底会给纽约房地产市场带来多少影响 可能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 税改带来的影响 真正的影响对曼哈顿 可能也真的要在明年这个时候 或者后年这个时候更会见分校 大家也会更清楚 那么真的这个税改对于我来说 对不对 那我作为主要居住 我作为投资 才慢慢就会显示出来 它更倾向于哪一边 美国众人电视 王一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